你怎么这期有点失控 你咋了 你说说 我和人家发着微信呢 我可能问他说 哎 你吃饭了吗 他给我回了个吃了 几乎追看综艺节目新动的信号6的速粉迷 站队科堂最多的其中一对CP 莫过于猴哥 猴卓成和后姐猴思义 不得不说 在初看综艺时 我同样内心呐喊着在一起 外表帅气 又是北大体育特长生 力量的光环下 对于女性而言 似乎也应该更有安全感 尤其对心仪的后姐细心温柔 生活上点滴的关照和给予的惊喜 庄庄渐渐都透露着她的用心 但随着深入了解 猴哥真的就后姐最近的伴侣人选吗 不得不承认 站长后姐角度来说 未必与孙靖君这个强劲对手相比 从小缺乏温暖 形成了讨好型人格的大男孩 一直蜷缩在自己的世界 担心被否定 渴望被关怀 一旦出现理念向左 就会情绪低落 泪眼婆娑 一旦没有百分百被坚定选择的时候 心酸完全都在脸上写得明明白白 当然 这看似小心眼的行为 却并不让人讨厌 反而是令人心疼 但她的种种 在未来长久亲密关系中 等待爱人的是负累 等待自己的可能注定是伤害 或许她只是家庭更为突出 离异后父母缺席 奶奶习惯性牺牲型人格 导致了男孩的不自信和安全感匮乏 其实我们几乎都在不太完美的环境中长大 越是缺爱 越是期待获取安全感 得到肯定和认同 童年缺爱的创伤几乎是无法解决的 猴哥四类的很多人其实都是缺爱艺书中总结的缩影 原文中说道 但内心这个蓄水池如果自身是干涸的 外界给的爱再多也是愈合难填 就像去爱的作者法国知名心理学家 精神病学家 心理分析师 家庭治疗师 罗伯特纳伯格总结的 通常去爱的人都会自我价值感低 特别在意他人对自己的评价 抱眼抱实 容易对自己过度补偿 控制欲强 一旦事情不按预期发展就很痛苦 习惯性消极看问题 抗挫折能力差 心态一崩塌 以及童年不良模式外显的重复 在现代社会的快节奏 高压力下 这些都源于我们对自我存在的焦虑 去爱作者从心理学的角度 告诉我们连接的意义 被人重视的意义 有价值的意义 如果没有这些意义 人会变得盲目甚至会走向精神崩溃的边缘 绝对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诋毁猴哥 相反 这样的优秀男孩 真心希望未来的每一天都能得到他想要的自由和勇气 但在某种现实角度来说 面对现实并做出正向改变 有远比单纯的同情和盲目的支持有用 爱人先爱极是每个人应该懂得的道理 渴望通过另外一个改变生活 打造幸福注定是一场惨败的赌注 猴卓成在选择放弃三角关系的那一刻 有洒脱更多可能源于杨汝晴给他带来的底气 因为这个女孩给予了他渴望的关注 似乎安全感的幸福感受多过爱情本身 只有真正面对自己 自身成熟强大猴 后来的选择才能在自己掌控之中 今天是余生的第一天 现在重要的是让我们存在 对于父母曾经施语的伤 不要再反除思维 回不去的曾经 过不好的现在 毁掉的还有未来 原生家庭是离异也好 还是我为你好的过度管束造成的伤害也罢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 尝试活在当下 在关系中 为什么会是我连接 所以才感受到存在 的确 没有人可以一世独立 没有人可以孤立存在 人必须存在于某一段关系当中 这就是咱们说的 我连接 所以我存在 但千万不要依赖于这种关系和感受 才能感受自己的成功和幸福 而这也是缺爱人 非常难以跨越的看 很难无视旁人的眼光和感受 因为懂得所以宁愿自我牺牲的善良 哪怕在关系里没有得到回应 也要保持内心的淡定 不要依附于别人的回应 才能感知自己的存在 人真正的成长和强大 是内心 而不单纯是身份证上年龄的数字 记得缺爱作者说过 记得从爱自己开始 从改变当下开始 减少极端和依赖的行为 才能储蓄能力改变未来 这个高学历的姐姐厉害的跟上过客一样 虽然迟到了八天才到的心动的信号 但是真的很会整活 原本死气沉沉 基本成为定居的恋爱小屋 因为她的到来 直接被带动了人气 真的是凭借一己之力盘活整个综艺 描述拿下侯姐的备胎侯哥 改变了原本的三角恋格局 并且还让大齐在后续 直接转变了自己的风向 还让并不是素人的明星 马博谦一眼沦陷了 脑子里面全都是杨姐 让杨成林都不敢相信 原来你喜欢姐姐啊 这个美女就是杨汝勤 她是女7号 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 专业是法语 1995年出生的她今年28岁 据说曾经是大厂管理层 也是年薪百万 有着极高的敏锐度 并且给人的感觉是眼神里面藏着一丝锋利 但是整个人又是透露出很浓密的温柔 让人不设防 很能敞开心扉 她一来就对高学历帅哥喉着成新生好感 这个男生其实很优秀 是北大大 然后长得一双大眼睛 是忧郁系列的帅哥 说话很温柔 还是小屋内的知名大厨 奈何一直被小孙压在五指山下 成为了小孙和喉姐恋爱的背景板 喉姐是左右为难 和小孙双向奔赴吧 但是就是不愿意和喉哥说清楚 于是让喉哥一直抱有一丝幻想 这个杨汝勤发现这一点 首先就是坚定不移的选择了喉哥 然后他有一个选择约会对方对方无法拒绝的卡片 就软软的向南方发出邀请 然后饭桌上眨巴大眼睛看着喉卓成 一起喂猫的时候还撒娇般的表示 不希望他今天回去做饭 看着喉哥对喉姐的态度 他也是在别人不在的时候参与互动 然后故意去抢小孙 让喉姐再抢回来 让喉哥明白只要有小孙在 喉姐爱选一的时候永远会放弃你 可以说真的很绝了 后来被大琪追求 去安慰对方也会跟喉哥说清楚 我想安慰一下大琪 跟你说一声 他你误会 杨汝勤态会提供情绪价值了 辩解他很懂喉哥 两人之间很有共鸣 辩解过分温柔 让人无法抗拒 又是一个美女 知道喉哥很没有安全感 就一直坚定选择和告知 一起来学习一下喉姐的语言艺术吧 当喉卓成问情解是更相信缘分 还是更相信是在人为时 杨姐一句话就把他给点醒了 我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 大前天 我回家的时候 推开门就是你 这就是可能给的一个缘分 但是你在那个时候 你可以选择说我们一起出去走走 我觉得我推开门见你就是一个缘分 很凑巧 但是你没有抓住 他就是溜走了 所以你刚刚那个问题就是 我觉得缘分可能上天会给你抛几次 但你有没有抓住 其实也是看你自己的态度 一句话点醒南方 要真心眼前人 而马伯谦和杨汝勤则有终命定的必感 触见时 他主动和他打招呼 得知他在刷枝帮他加热青菜 还很自然地打开话题 后来他不自觉地被他吸引 眼神始终追随 看他玩游戏赢了会跟着开心 看他跟喜欢的人告白 心思变得沉重 甚至看他的约会片段坐立不安 他心动人 可是他的心上人在屏幕里和别的人有了小秘密 真的太好科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了会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